小雪一百分 我撕 小妹一百分 我撕 大宝零分 我撕 小贝你会准备死我们的诗卷 对啊 我的零分你也撕 要你管 小贝这是你的魔法棒 我撕 小贝这是你的魔法套 我撕 小贝你给我拿书包了 什么破书包我不要了 怎么回事 小贝你太过分了 就是小贝太过分了 大家看见小贝了吗 他刚刚撕掉大家的诗卷跑了 什么 还敢撕诗卷 这个小贝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他 奇怪 小贝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想回忆之镜里一定会有答案 我们来看回忆之镜吧 艾莎 你能帮我变强大吗 我想变成童话王国最厉害的人 可以 我来帮你 原来是艾莎把小贝变成这样的 小贝为什么要去找艾莎变强大 还想成为童话王国最厉害的人 是想成为最厉害的人 欺负大家吗 回忆还没结束 我们接着看 小贝 我可以帮你 但你可以告诉我 你为什么想成为最厉害的人吗 因为我想保护我妈妈 妈妈总是一个人做很多事 我好几次 我都看到妈妈受伤了 小贝爱吃苹果 我对买点 太迟了 妈妈 下雨了 小贝还在学校没人接呢 我要快点接 妈妈 妈妈 就是这样 妈妈一个人太难了 我要变得厉害帮助妈妈 那好 我帮你 小贝竟然是为了自己的妈妈 才要变成这样的 我的女儿 妈妈真是太感动了 不对啊 小贝只是想变得厉害帮助妈妈 可是她现在一直在欺负人 完全不是她说的那样 我看 小贝就是变坏了 小精灵 欺娜小雪 你们都跟我妈妈说什么呢 小贝 妈妈都知道了 你都是为了妈妈 可是你不能这样做 快跟大家道歉 道歉 下 我又没做错什么 不不不 我要去欺负更多的人 艾莎 你快把你的魔法都给我 你胡说什么呢 就你还想要我的魔法 做梦 拿了吧你 小贝 是我把你变成这样的 我现在 就把你变回来 我是怎么了 艾莎 我为什么在这里 哼 早知道就不把你变坏了 让你欺负别人 没让你来欺负我了 艾莎 我们都听见了 怪不得小贝现在变得这么坏 原来都是你干的 对啊 就是我干的 可是是小贝来求我的 我只是让你把我变厉害 没想到你给我变坏了 妈妈 我们走 艾莎 看我怎么收拾你 精灵之力 哼 崇潔 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